那重年重年這邊有一個羊媽媽 然後他有七隻小羊的孩子 那羊媽媽去哪了? 探索世界,不是說非黑即白 有機尾本玩手創意 跟著基本玩意探索遊戲樂趣 節目馬上開始囉 嗨大家好,又來到我們的迷人堂 蠻多家長會跟我們說 買了我們家的純木童話的積木以後 除了原本這個故事以外 他就不知道還能再講些什麼故事了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皮皮兒童劇團的語導 然後希望他可以跟我們講講或分享 到底該如何引導孩子說故事 歡迎 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皮皮兒童被人藝術團的導演 叫黃雨菲 那皮皮兒童劇團去年公演的主題是 皮皮羽狼 然後裡面講到的狼 跟我們平常既定印象的大眼狼 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其實就有三組 三隻小豬、七隻小羊跟我們的熊羽木屋 那這三組裡面的大野狼 像是三隻小豬跟七隻小羊的大野狼 就比較邪惡的象徵 熊羽木屋的這一組 他其實大野狼就是比較持平的 他就是跟大家都是好朋友的這個狀態 那我想問一下 魚島當初在設計皮皮羽狼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去寫狼這樣的一個角色嗎 就跟你剛剛所說的一樣 大野狼這三個字 在我們所有傳統的童話故事裡面 他大多數都是扮演壞人、邪惡的、吃人、吃羊的、吃動物的 但是呢為什麼一個長得好像很兇惡的人 他又一定要是壞人呢 他為什麼不能是好人呢 從外表去評判一個人 當然我覺得這是人的天性 所以我想要用這個方式讓孩子知道說 一個人的眉仇 不是你馬上就是不是該去信任他 最主要是你要去了解那個人 像我們設定的這個皮羽狼 那這隻大野狼呢 其實他就是到了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他發現他到哪裡都不受歡迎 就是因為他長的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在裡面設定的這隻大野狼 他還是吃素的 但是呢他來到了一個地方叫外貌村 因為村長他就篤性的 只有長的美、長的帥的人才是好的 於是他就把這隻大野狼要趕走 所以是用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去評判 他覺得長得好或不好看 而且呢剛剛好村莊裡有小孩子吃中 所以大家第一個認定就是大野狼幹的壞事 最後的時候發現其實大野狼並沒有做這些事情 而且還因為大野狼的關係 把最後的事實給找出來了 就是希望用這樣的戲去告訴孩子 不要有既定的印象 然後也讓孩子有更多的想像力 探索世界 不是說非黑即白 可能中間有一些值得我們去深思或是去探索的地方 對 當你想要去批判一個人的時候 你先要問自己你有多了解他 對 我很認同這句話 對 如果你沒有了解他的話 你怎麼可以去批判他呢 像那個印第安人 他們以前有一個習慣就是 比方我跟妳之間產生衝突 然後來到長老這邊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換鞋子 換鞋子穿 感受一下對方的感受 因為你們就要換鞋子 然後過一個禮拜以後 再告訴我 你要不要告他 當然其實聽起來會覺得很有趣 怎麼可能換個鞋子 就能夠體會別人 但是他的原始的那個本意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你沒有站在他的立場 你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其實是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社會 每一個人 包含未來的孩子 他在看到一個跟他產生對立的人的時候 不是先去攻擊他 或者是反對他 而是先去了解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社會不是就有更多包容 就是我們在批判之前 先去理解一下對方 我們再來好好檢視一下我們要說的內容 對 餘導其實對於就是故事這些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研究的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說故事給孩子聽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人計較或訣竅 就要看你們家長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家長 如果你今天家長想要成為一個非常好的說書人 那我的確我就會教你喔 你聲音表情啊 你的語調啊 你的轉折啊 我其實覺得很多家長都落入這個限子 說故事就一定要盡善盡美 一定要對這個故事掌握度非常的高 不然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不用好不好 你今天你又不是一個說書人 那是我們的工作 不管是做廣播啊 或者是我們講故事給別人 我們必須要情緒 家長扮演的角色 不就是讓孩子茁壯 甚至超越你嗎 故事在教育裡面 人類最愛聽故事 對 不管是傳承也好啊 或者是記憶的學習 然後各種神話的 或者是村莊裡發生的事情 甚至八卦不也是故事嗎 就一代傳一代 今天如果你能把握 用故事去做教學 其實這是一個優勢 對於一個家長來講 他應該要是啟發孩子的想像力跟可能性 如果你今天你告訴孩子說 好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要學 比方說我們要學習怎麼樣製作車 可是30年以後 搞不好沒有車子 那這個孩子他堅持我要坐車 我要坐車30年 30年以後連這個行業都沒有 你不是讓他幻滅嗎 應該讓訓練孩子是 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性 如果你調整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根本不用怕講故事 而且孩子要的是什麼 孩子要的是跟你的陪伴跟互動 然後孩子因為相信父母 所以父母去引導孩子 其實會比任何一個陌生人或老師還要簡單 比方說今天你跟他講說 好這個七隻小羊的故事喔 那從年從年這邊有一個羊媽媽 然後他有七隻小羊的孩子 那羊爸爸去哪了 讓他去想 對這個故事裡面根本沒有嘛 那他可能會說 爸爸去中國大陸 去賺錢 因為新冠疫情所以回不來 那這個不就是讓孩子 多了一個可能性跟想像力 你最後去引導到你根本沒有想到 要走的故事劇情 故事接龍裡面走到最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小朋友的想要力 遠比我們知道的多更多 對 有一些父母是只允許對跟錯 你講這個故事沒有按照什麼邏輯 你就是錯的 可是當孩子他沒有按照我們既定劇本 在走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很棒 很開心 因為他沒有被框架住 就像有一個人的那個心理理家說 如果孩子對你說謊你要不要生氣 重點就在你怎麼樣去判斷 如果今天他願意說謊的話 你在某一個角度上你應該開心 會說謊的小朋友 其實他是聰明的 他在想辦法邊謊言 當然你不是鼓勵他去說謊 而是你可以去聽聽看他說謊的內容是什麼 不要在第一時間去判斷 孩子做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然後甚至說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七隻小羊的故事 你就按照這個劇本從頭講到尾 你也問問看孩子 他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聽到了什麼 因為搞不好他會跟你講說 他也要好可憐喔 我們為什麼不能去救他 你就可以聽聽看孩子的說法 然後去引導他去表達他想要表達的內容 家長在達到這樣子的一個說故事的道具 是 我覺得你也可以就是變成一個道具 你就可以做的很多很多次的運用 甚至我常在教育我的演員的時候 我也會說 對我們一出戲就只有一個半小時 我只有一條主線 可是難道七隻小羊裡 每一隻小羊都沒有故事嗎 如果我們可以去引導孩子 每一隻小羊他都會發生一些故事 然後跟這些角色有互動 甚至這隻小羊跑到這邊跟小豬互動 這樣他們就會越來越豐富 我覺得這一個道具 其實就有一點像是 廚師的調味料 當你調味料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著你的孩子 他怎麼樣去運用這些調味料 變出千變萬化的食物 其實這就是一個小型社會的顯現 就是說如果你單純有一個的時候 你只能看到這個家庭 當然有小豬 有這一個小羊摸摸 三個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有不同環境的場景可以出現 對 那剛剛余導也跟我們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內容 所以其實從回到我們一開始說的 如果遇到我們的這些積木 不用擔心不知道該如何跟孩子說故事 其實我們用引導的角色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給他起一個頭 讓他自己想想 這故事應該長怎麼樣 甚至編成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 那如果你對我們今天的分享還蠻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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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沒有看過 你們小心翔子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每個襟的包含 我們可以買的 我們可以買的 好毛巨人 我們可以買的 我們可以買的